- 歡迎回到好食少女Ali - 這是Ali - 好我們今天的話可以看到我們桌上這個 - 各式各樣的罐頭 - 各式各樣嗎 - 各式各樣 - 實際樣罐頭 - 各式各式各樣 - 各式各樣 - 就是一些台灣比較少見的 - 比較不常吃到的 - 對 因為台灣人吃罐頭就是一般的 - 麥筋 - 或是什麼 - 瓜瓜 - 菜瓜 - 圍魚罐頭 - 對 圍魚罐頭 - 一般都會只吃那些罐頭 - 然後我們就找了外國 - 看起來有個特殊的罐頭 - 異博罐頭 - 對 給你們看一下 - 好 開始 - 那我們就從最便宜的罐頭開始 - 這個 - 吉洋 - 青魚罐 - 芝麻 - 味噌 - 風味 - 然後是心口 - 這是會辣的 - 感覺就是茄汁青魚的味道 - 這就是茄汁青魚吧 - 很像 - 這個價錢的話是 - 就15塊我們從PC用買來的 - 那我們就為了配合湯 - 我們還去買白飯 - 對 - 只是剛剛打開聞起來 - 很像我剛剛說那個茄汁青魚的味道 - 有點像 - 有味噌味嗎 - 有一點點嘛 - 好不好 - 試試看 - 試試看 - 試試看 - 好 - 從油的感覺 - 我也覺得好油的感覺 - 真小狗 - 對 - 如何 - 你的意思是 - 會辣嗎 - 還好一點點 - 很淡很淡 - 可是沒有味噌會啊 - 我也不知道 - 有點失望 - 好像沒有那個 - 異國罐頭的味道 - 對對對對 - 很像本地罐頭 - 可是我覺得它的鹹度是還可以的啦 - 可是它沒有讓人 - 為之以為的 - 對對對對 - 可是配飯滿適合的 - 就是適合配飯的罐頭 - 嗯 - 這不會辣 - 吃辣 - 妳想吃辣的 - 妳想吃辣一點啊 - 它就是很淡淡微辣 - 就是妳覺得 - 可能也不吃辣也可以接受的那一種 - 可是它可以 - 存在家裡啊 - 餓的時候可以打開來吃 - 很餓很餓的時候 - 很普通 - 還好 - 我覺得 - 妳想吃這種鮪魚的話 - 妳就買 - 台灣的就好了 - 還不可以 - 這個65嗎 - 65塊 - 對 - 就去旁邊 - 下一個 - 下一個 - 那下一個我們要開一下 - 是從葡萄牙來的 - 平常它是葡萄牙 - 有百年歷史品牌的罐頭 - 我們買的是 - 橄欖牛沙 - 第一型口味的 - 價格的話是99塊 - 我們也是從PC用牙來的 - 葡萄牙老人 - 就是很明顯啊 - 它是福國老人 - 對啊 - 它是一個胡子特徵的 - 看起來就是非常的有歷史 - 這本來寫 - SINCE 1912 - 20世紀初就開始了 - 蛤 - 這會不會太久了 - 因為就百年歷史啊 - 就有百年歷史的品牌 - 好 開它開它 - 超油的 - 唉唷 - 因為那是橄欖油啦 - 這是好的油 - 可是你百年歷史我們要相信 - 有人百年歷史 - 這是一定蠻好吃的吧 - 聞起來如何 - 這是 - 鱈刀魚的味道 - 嗯 - 這是什麼魚 - 你剛剛說這是什麼魚 - 沙丁魚 - 嗯 - 它是沙丁魚的味道 - 其實它沒什麼味道我覺得 - 嗯 - 有一點點魚腥味這樣子 - 有魚腥味嗎 - 一點點 - 淡淡 - 嗯 嚥一看 - 它其實感覺沒什麼鹹味 - 聞起來 - 然後剛剛它打開的時候 - 那個油整個爆出來 - 它是不是橄欖油 - 橄欖油沙丁魚 - 是好的 - 沒事 - 你要先試第一口 - 我們由Lucy來先試吃 - 它不會難吃 - 我不會難吃 - 對 它不會難吃 - 可是味道還蠻清淡的 - 而且它也沒什麼魚腥味 - 因為我覺得蠻厲害的 - 可以啦 - 不難吃啦 - 嗯 - 可是 - 因為沒什麼味道你可能不喜歡 - 不是 - 它還蠻顯的 - 結果對這個味道 - 就這種魚的味道還好 - 它沒什麼魚腥味啊 - 我覺得有一點 - 因為通常會調味很多的罐頭 - 就是因為想要蓋掉那種魚腥味 - 腥味才用種的調味 - 可是山電魚不是本來就是味道比較重的魚嗎 - 所以它才厲害啊 - 因為它其實太流感的油而已 - 吃起來有像那個秋刀魚的口感 - 有有有有 - 可是它一個有點小會 - 就是酒 - 人家百年歷史啊 - 可是葡萄牙的味道 - 還有一個品牌有沒有 - 西班牙白衣 - 五花牙 - 這很沒事的給日本人當早餐的感覺 - 我覺得日本人很失望 - 嗯 - 日本人很失望 - 結果我還好 - 妳還好 - 目前都失望欸 - 就是我還好比起上一個 - 因為 - 可能你回去買都是給我來吃的 - 可能你回去買來吃好不好 - 趕快吃秋刀魚啊 - 趕快下一個 - 好那接下來換我們的 - K&K - 白油煮蛋菜 - 一個是 - 一百二十五 - 我就給大家看一下那個包裝 - 我覺得超帥的 - 我不是把眼睛遮起來 - 好 眼睛遮起來 - 好 包裝很好看好了 - 來 我們來看裡面 - 簡潔 - 超級別的簡潔 - 就是日本人的風格啊 - 日本就是外包裝超美 - 然後吃地的包裝就是 - 什麼都沒有素色 - 不過我對這個還蠻有期待的 - 因為感覺是日本來的 - 就都會蠻好吃的 - 而且你看看這個這麼好看的樣子 - 既然我打開他還長這樣 - 希望 - 過去應該很 - 既然不是只是參考用而已 - 怎麼綠綠的 - 我不知道 - 廣告非常的誠實 - 對 它是一模一樣的 - 我們可以來吃一看嗎 - 只是它 - 會有什麼 - 看起來跟竹片比起來 - 它比較綠了一點 - 為什麼會是這樣 - 好奇怪喔 - 是因為 - 是我會這樣嗎 - 我不知道啊 - 其實我對於台西這種事 - 沒有非常地瞭解你知道嗎 - 看起來有點像八眉 - 就對於有點像 - 可是應該不會吧 - 後面保存期限 - 它可以放三年 - 應該是可以的啦 - 我們要相信它 - 它有幾年製造的 - 我來看一下 - 它有哪有險啊 - 還沒寫 - 在這裡 2022 11月 - 可是過期日期的啊 - 對對對過期日期的啊 - 它是一年前的 - 應該是 - 一年前嗎 - 欸 有酒味耶 - 有酒味 - 像米酒的味道 - 所以它說的是白酒 - 它有點發酵味 - 還是就是因為發酵 - 所以它才綠綠的 - 但是在可以吃嗎 - 不知道 - 好 先來吃 - 看看吧 - 好 - 海鮮味蠻濃的 - 蠻濃的 - 它有比較不綠的 - 欸 你吃了 - 你先吃吧 - 妳要吃了 - 妳要吃了 - 妳要吃了 - 這樣 - 嗯 - 這是比較好吃嗎 - 有發明嗎 - 可是我覺得它有點鹹 - 硬鹹 - 可是說真的它在日本就是 - 這個牌子啊 - 就是蠻想被拿來當下酒菜的 - 嗯 - 可是有點只是好 - 有點鹹喔 - 可是那種下酒菜剛好啦 - 它有腥味嗎 - 可是覺得還好 - 除以了算還不錯 - 吃起來有點粉粉的耶 - 為什麼會這樣 - 可是蛋菜吃起來就這樣 - 可是我吃過的蛋菜都是怎麼講 - 太Q的嗎 - 嗯 - 太Q的 - 還是因為它是罐頭所以才粉粉的 - 還是它吃到的手法不一樣 - 裡面的細胞就在慢慢的被滷滾 - 可是你吃新鮮的 - 什麼是罐頭的 - 喔 好不好 - 那一樣 - 那你覺得呢 - 這個我覺得我還好 - 我也還好 - 雖然都是人家推薦的啊 - 但是就是我們跟推薦人的口味很不太一樣 - 我們原本選的是北海道扇貝 - 可是它買完了 - 所以我們應該喜歡這個白酒酒淡菜 - 可是它其實沒有什麼白酒的味道 - 吃下去的時候沒有 - 可是聞起來有 - 可是吃的時候沒有 - 可是其實這樣應該也不算貴 - 不算貴因為蛋菜 - 蛋菜本來就是海鮮類比較貴一點點的 - 就那個黑黑的外面的殼是黑色的 - 有時候吃火鍋會看到 - 可是如果你想要當下酒菜還蠻推薦的 - 蠻適合的 - 好 下一個 - 最期待的 - 沒錯 - 股燒慢 - 我把這次的希望放在這一個 - 剩下一個是同一個牌子 - 就是可以的 - 它的價格是246塊 - 我們是從PC以後買來的 - 其實它這個很酷的地方也是一樣白白的 - 超把他都沒了 - 但是如果你只拿到這個 - 你根本就不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 - 這個看起來不錯耶 - 欸它蠻多塊的耶 - 它比你想要裝的看起來還要多快一點 - 試試看 - 聞起來如何 - 聞起來如何 - 這是補燒慢的味道 - 然後有一點罐頭的補燒慢的味道 - 喔 - 很軟是不是 - 入口即化 - 入口即化 - 出口 - 出口 - 好香喔 - 嗯 - 有一點 - 嗯 - 嗯 - 就是甜甜鹹鹹鹹的那種 - 鰻魚飯的那個醬的味道 - 可是它那個鰻魚就是 - 肉質就是罐頭的肉質 - 就你不能強求才要跟 - 甜甜的鰻魚一樣 - 對 - 沒辦法 - 可是我覺得還行啊 - 味道是OK的 - 嗯 - 就差在肉質這樣 - 它可能吃起來沒有QQ的感覺 - 可是本體也講口感還可以喔 - 就是我覺得是算今天裡面 - 算好吃的 - 嗯 - 還是因為我剛剛前面的期望被磨掉了 - 可是我覺得因為 - 炸地雲那個是 - 是有橄欖油去調味的 - 所以它就是比較清淡 - 然後喜歡重口味的人 - 可能就會喜歡這個 - 喔 - 而且它醬給了很多 - 都可以直接自己做那個 - 鰻魚飯那樣 - 倒上去 - 其實這個連上面吃啦 - 可是這樣要200 - 46 - 46 - 發麵多加個50 - 滿百塊滿百塊 - 滿百塊 - 好像比較欸好 - 就是突然加兩 - 而且其實說實話 - 它是算多塊的 - 我原本看包裝 - 為了它只有三塊在裡面 - 還行 - 可是好甜 - 好甜好鹹 - 會比較重 - 肉質比較差 - 它今天這四個下 - 妳再選哪一個 - 是這個啊 - 就這個不燒麵 - 我現在有點抉擇 - 不知道我要選沙滴 - 妳知道可以不燒麵 - 妳要哪一個呢 - 嗯 - 選蛋菜好了 - 妳不要了 - 味噌第一個那個我覺得還不錯 - 只是它吃起來跟台灣太像了 - 不然它其實口味是好的 - 而且它沒有凸顯它的味噌 - 可是它讓我吃光的是它沒有很辣 - 好那我還是選這個好了 - 好 - 今天是 - 不燒麵 - 不燒麵 - 那這四個下 - 現在我們最推薦就是 - 大家去買這個 - 雖然它最貴啦 - 可是可以買來試試看看 - 還蠻有趣的 - 我們還有看到一些 - 玉子燒罐頭啊 - 喔對 - 就是 - 螃蟹 - 嗯 - 我現在想買看麵包罐頭耶 - 裡面放麵包 - 對對對對 - 它有那個培根 - 就是培根放在罐頭裡面 - 對 - 然後也是KNK的 - 反正就還蠻特別的 - 好 去旁邊 - 好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囉 - 如果喜歡這影片的話 - 記得幫我點一個讚 - 跟訂閱跟分享 - 也可以開下面的小鈴鐺 - 那我們下期影片見囉 - 掰掰 - 油跑出來了 - 可惡 - 可惡